这一题跟我们民生非常的有关系 我们首先呢先来看 来给我下一张电视墙 你知道吗 台湾的水产 99.9%全军覆没 然后现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开始出来说了 我们要状告WTO 我们要来告羊状 好但是呢 接下来之前跳票的 斑斑石斑鱼 接下来会不会又要 斑斑五载鱼呢 或者是我们的国君弟兄 又要开始大吃五载鱼了吗 我们的借大使 首先呢 我先告诉大家前因后果 输入的水产品被禁 12月8号传出来的消息 很新哦 原本呢是2023年5月 或2024年3月到期 一共890项的水产品 好以下呢 照片中你看得到的 全部都暂停进口到中国大陆 鱿鱼 秋刀鱼 五载鱼 跟监鱼 好现在呢蔡英文说 大陆又突袭了 阻碍台湾水产化 无助于贸易的正常化 好沉济中讲话就很大声啦 不排除啊 我们要到WTO去申诉啊 但是哦 从之前到现在 这么多的 不论是农产品也好啦 包含了台湾 我记得兰花 出口到 美国也好 其实我们很多农产品哦 你放眼国际 各国的标准来看 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卖不出去 真的是抗中保台吗 真的是大家在抗中 所以害到台湾吗 还是我们台湾自己的 农产品的这个规格标准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跟上 国际的脚步呢 但是呢 每一次啊 这个农委会主委 就只会说 我们要提告啦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呢 接下来呢 重点就是 一口气 大陆说不进就不进 这一波大概损失60亿 就在过年前 余敏怎么过这个年啊 大使 这种就是所谓的这种 农产品贸易纠纷啦 它最主要的这种纠纷点 在于防疫检疫的标准 那防疫检疫这个标准 WTO有规定啊 就是说啊 这个输入国啊 它有权设定自己的 防疫检疫标准 对 要符合两个标准 一个就是说你要有科学证据 你这个标准不是说 你随便定 你有科学证据 另外一个就是国际组织啊 它有设定标准 比如说这个 这个好 莱克多巴胺 它是多少是标准的话 这就是国际组织设定 那就是说就一个输入国啊 它是有很大的材量权的 它只有一点 你可以抓它辫子 就是说它这个 它这个规定出来以后 它歧视性的实施 比如说韩国的它不进 台湾的进 日本的它不进 台湾的进 你告它你稳赢 要不然你去搞标准 跟它弄是搞不清楚的 那在处理上 其实这种贸易纠纷 我认为有三种解决方法 第一个是报复 你进我的我就进你的 我跟你讲 可是没办法报复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年从大陆赚1800亿 今年10月 我们从大陆赚了1800亿美金了 也就是说 我们卖到它那地方 远大于它卖到我们这里来的 你如果拿大陆的东西来报复 说我禁止进口这个大陆报复你的话 它报复的手上工具多我们几十倍 所以没办法报复 第二个的话就是就事论事 然后由双方的主管机关出面协商解决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你就是 陈吉仲讲的话 就是到WTO去打官司 我跟你讲 这个官司第一个现在没有办法 没有终审判决 因为那个上诉法庭被美国人 被美国人把它废了 现在没有上诉的 所以你这个官司会打到什么终审 不晓得 可是呢 打官司只有一个效果 就是开打以后呢 你这些现在被禁的这些农产品 它就有理由不开放 只是你打完官司以后再说 所以呢 这什么鱿鱼秋到鱿鱿鱼在鱼 在打官司之前你别想开放 那官司少则三年多则五年 这三年到五年之间 中国大概就说打完官司再说吧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呢 就是就事论事 双方主管单位来协商 可是呢 问题就变在说 大陆今天他有权制定 他自己的进口食品的 所谓的检验标准 防疫检疫的标准 那你今天陈吉仲 跟我们那个卫福部 是不是有足够的把关 把这些大陆 你的重要的输出市场 它主要的相关的法令 你有没有研究清楚 跟我们国内的业者讲清楚 然后呢 让我确实知道 我们的业者是不是有照办 如果十家业者 有两家不照办的话 大陆常常会把你全部禁掉 这各国都是这样 那问题就是说 要你的主管机关 要好好把关啊 可是你看陈吉仲这种态度 他动不动就我要告 动不动就我要告人家 请问你告了没有 我们从凤梨到四家 到那个 到那个 池斑鱼 他告了哪一个 还有糕饼 他哪一个都告不成 最后怎么样 在那个委员会 他根本没去告 不敢告 不敢告啊 结果他在那个委员会 叫我们驻WTO的同仁 在里面讲话 讲了两句话 就说我告了 我抗议了 我在WTO工作过 那些人家天天都在那边 讲那种事 一点效果没有 就是对国内应付一下而已 所以陈吉仲该下台了 今天搞农业 搞这些不要有意识形态的 不要一天到晚 抗中保台的这些人 这是要替农民怎么样 开拓市场 保持市场 大陆市场 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农鱼产品 所以陈吉仲他们这种 在玩政治 把我们台湾的这个 农鱼民的生计都堵死 让人家赚不了钱 我觉得陈吉仲该早就该下台了 已经出了这么多事 还一点束手无策 还这样说 但是渝民辛苦在心里 那我们总结交给我们的亮哥 这个事情明显是农委会失职 因为中国大陆提出这个 新的注册办法 是去年4月就提出来了 那个时候食药署 还跟相关的业者说 大家要记得在去年10月22号 要补申请 要统一注册 结果拖到今年1月 人家正式实施了 台湾还是没去补 那结果就是今年佩洛西来台 大陆公布了第一批 那时候进了百分之64 结果之后你还是没有补 所以现在进了百分之99 全军父母 海荒鲍鱼干贝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DTI714 享有折扣哦 DTI714